鄧月萍和莊端儀 這天一起出席節目錄影 分享一些自己校園生活的趣事 不知道鄧月萍小時候又有什麼夢想呢? 我小時候有很多夢想 我有想過做社工 我有想過做靈孤 我有想過做畫家 有想過做小小家 有想過做歌手 有想過做演員 我覺得小朋友應該多些去做夢 不要介意別人說你做夢 其實做夢是一件好事 你這樣想慢慢去做 一步一步地做 有一天你終會實現你的夢想 而莊端儀就會在節目中 大爆自己的感情史 還說很懷念以前的校園戀愛 其實我初中就拍拖 但那時拍拖真的很純 因為我和男朋友 我想說男主角 我和男朋友住得很近 他每天都會等我上學 然後會買早餐 然後一起上學 一起放學 男花戲都很甜 現在長大了 我經常都聽到 那些男生說要送女生回家 我覺得很羨慕 因為沒有男生送我回家 那些